最新燃油价格打破了美洲宣布燃油价格制度的新记录 那昨天的许多油站都出现了大牌长龙的情况 市民们也开始紧张 担心未来的燃油价格会一涨再涨 而政府会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控制油价呢 属相组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今天表示 政府目前没有打算恢复汽油津贴制度来控制国内燃油价格 而当中是有原因的 魏家祥今天出席活动后被问到 政府会否采取措施控制油价时解释 有些国家的油价每天或每个星期起起落落 人民已经习以为常 反观我国人民过去习惯享有汽油补贴 所以对每周油价下跌无动于衷 而当油价上涨时就会感觉到痛 无论如何 我国依然是油价最低廉的国家 另一方面魏家祥透露 部分中小型企业存在一种赖账的文化 有数据显示有些商家平均赖账长达94天 因此出现资金流动的问题 从而影响整个经商生态系统 同时也会降低在电子化时代的竞争力 因此他呼吁中小型企业改善这种不良文化 才有利于拓展商业版图 NTV7 红美玲采访报道